新加坡东协专门气象中心 在8月1号到15号期间 在沙拉越共监测到77个火灾热点 其中8月1号记录的热点最多达到36个 沙拉越能源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哈兹兰说 报告显示今年1月到7月 沙拉越共监测到195个热点 印尼加里曼丹则监测到2820个热点 虽然沙拉越和加里曼丹有很多热点 不过沙拉越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良好至中等水平 没有在不健康指数 根据预测加里曼丹南部和中部等附近地区将持续干燥 导致可能发生火灾的热点和雾霾风险增加 沙拉越州政府已启动雾霾行动室 停止发放和取消受控露天栏烧许可证 警察官署eron